不管一个人做得多好,肯定的都会有人来攻击啊 哪怕今天我们是国际的巨星,也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啊 那从事任何行业呢,不管今天我们是做好的事情 还是今天做了什么有贡献的事情呢 还是有人会觉得我们有一些东西呢,做得不够完美 所以因此呢,而去攻击 所以有的人他们在某一个行业里头呢 他们抵挡不了他人的攻击 而纷纷觉得说,自己本身的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别人呢,不体恤自己 甚至呢,还说一些话来伤害自己 那老实说啊,今天我们做讲师的,难道就没有人攻击吗 各位,今天我们不管做得多好呢 还是有人会喜欢我们,也有人不喜欢我们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定律 一个大企业家,虽然他也是一个慈善家 那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也回馈社会 但是还是有人觉得他做得不够完美 有些事情呢,他觉得说他应该做得更好的 那也会对他说一些指指点点的话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好 那有的人可能他们对我们这个领域呢,不太了解 所以呢,就会对我们这个领域呢 会有个人的一种意见以及批评 我们都要知道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批评的权利 当然啦,他们有没有批评的这个资格呢 那就另当别论啦 那不管怎么样都好 如果我们觉得对方是没有这个资格来批评我们的话 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不对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听进去呢 那为什么我们要被这一些流言非语呢 影响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心情呢 倒不如啊,我们作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觉得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是我们本身的一个热忱 也是我们本身的喜爱 不必为了别人的一些恶言恶语呢 而导致到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失去的兴趣 也没有的兴趣 那是非常非常的不值得的 别人的嘴可以说一些他们很喜欢说的一些话 省事攻击他人的话 那么这些是他人的一个权益啊 那我们不去去管他们的 所以最重要是呢 我们自己本身所做的事情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也让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里面 能够取得快乐的话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被别人的三言两语 而影响了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士气 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好 受到他人的抨击 受到他人的一些可能恶言恶语的话呢 我们都不必太过以理会 如果我们今天需要去理会别人说我们的话呢 那么人生就过得非常的累 也会让我们这个领域里面这条路呢 无法继续的走下去 那又值得吗 那今天呢 我们问问自己了 我们当初所选择的这个领域 是因为我们的喜爱 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领域里面呢 是能够贡献我们本身的一个才华 也能够发挥我们首长啊 所以呢 在这个领域里头 我们应该要寻找更多的快乐点 寻找更多的满足感 而不是为了他人所说的一些很难听的话语呢 而促使我们本身开始有这个打退堂鼓的一个感觉啊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都好 从此时此刻必须要做好自我激励 不要被他人所说的话呢 动摇了我们本身的一个信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自己本身充满着信心 也要对自己本身的领域充满着喜爱 让我们以欢喜心 甘愿心来从事我们本身的事业 别被他人影响